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临床上常用的方剂 这个方剂在我们脑梗还有中风的后遗症的治疗当中 是一个常用的方剂 这个方剂叫做补羊环武汤 它出自清代的王清润 他的衣领改错 它主要是一个离血的方剂 那么我们先来看它的组成 它的组成首先黄旗 这个方剂里面是要重用黄旗的 重在补气 那么另外加了像当归赤勺川雄 桃儿红花 这些大量的都是离血的药物 活血化瘀的药物 包括当归活血 但是又不伤血 活血养血的药物 这些药物虽然用力多 活血化瘀的药物用力多 但是它的量并不是很大 每一位药物的量不是很大 这里面重在补气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 中风后遗症的患者 他手脚活动不力 是一种软弱的 主要是气虚 另外再加上一位地龙 地龙活血通经的一位药物 主要通经禄 所以整个这个方子 重在补气 然后再加上活血通禄 有这样的功效 那么主要用在就是我们这个重风后遗症 出现了这些 我们说口眼歪斜 口脚流斜 或者是半身不随 这样的一些症状 那么这个重风后遗症 可以出现在脑梗 也可以出现脑出血 这样的病症当中 那么如果是在脑出血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因为脑出血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够用这个补养荒物汤 活血药 加重它的这个出血 那么可以在这个脑出血 之后三个月之后 在恢复期的时候 这个可以再使用这个补养荒物汤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今天来讲一讲这个脑梗 特别现在这个季节 天气寒冷 这个脑梗是一个长发 在一个老年人当中 是一个长发的疾病 那么很多人在出现脑梗之前 都有一些征兆 有的人会出现这个头晕 头痛 那么有的人会出现这个口脚流斜 或者是视力的障碍 出现改变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大脑 是头是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神经总数 头部出现问题的时候 常常会出现一些这个神经性的一些疾病 像这个口脚歪斜 或者是口脚流斜 特肢体出现这种无力 或者是拿东西 你感觉不如以前 感觉没有力气拿不起来 或者是有的时候会出现屈身不力 或者麻 这样的一些正向 那么脑梗的预防 最主要还是要我们改变 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们平时要注意 一个是不要熬夜 要有一个健康的起居生活方式 再一个饮食上注意 尽量不要吃一些太过油腻 肥肝或胃的东西 有助湿热 加重血管的动脉硬化 然后再有就是一定要情绪 我们说这个中医很强调这个情质疾病 那么情绪对于脑梗也有很多很大的作用 当你出现气质 我们说干气预热气质 就会气息预致的时候 就不能够推动我们的血液异形 为什么在这里面 我们要加大补气的力量 去让这个气来推动血液异形 所以说情质对这个脑梗也很重要 又保持一个经常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 如果你也有类似情况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好了